进度空军12架战机,对巴基斯坦控制区发动袭击后,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汉,紧急召开高级别安全会议。 电媒认为,这一级别的会议,已经可以决定是否动用核武。 另方的开测并非空穴来风。 伊姆兰汉在这个会议上,强调巴基斯坦军队和民众,要为一切可能性做好准备。 明显已经进行最坏打算。 而最坏打算是什么? 恐怕不言而喻。 进度方面为何对巴基斯坦方面的核能力,如此关注乃至紧张?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,在常规武器方面,处于下风的巴基斯坦。 压箱底的撒手剑就是核岛。 这也是印度最为忌惮的。 巴基斯坦在1961年就成立了空间与高层大气研究委员会,通过秘密渠道,对弹道导弹进行研究。 同一时期,印度也开始了秘密核计划。 巴基斯坦前总统佐布托,在1965年公开表示,如果印度拥有了核武,那我们就算吃树皮草根,也要拥有自己的原子弹。 佐布托高瞻原主的判断。 巴基斯坦在常规军事力量,不可能赶上印度,只有在核力量与印度维持军事,才能保护国家不受侵犯。 这一主张并没有受到重视。 其实在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里,被视为铁杆盟友的美国对巴基斯坦实施武器禁运,已经预示了接下来的悲剧。 1971年,巴基斯坦在第三次印巴战争里战败,签订了屈辱的西姆拉协定,失去了孟加拉,还让印度成为南亚霸主。 关键时刻与巴基斯坦结盟的美国却袖手旁观。 1974年5月18日,印度进行12000至15000吨TNT的核平核爆炸。 这两件事刺激巴基斯坦加速研制弹道导弹与核武。 1976年,时任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亲自牵头,从荷兰请回了阿迪尔汉。 后来成为巴基斯坦核武之父与弹道导弹之父的阿迪尔汉回忆。 巴基斯坦的新武器、计划,在1976年7月开始走上正轨。 其标志就是工程学研究实验室的成立。 其使命就是建立油浓缩工厂,并研制远端打击武器。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句,在美国的强力施压下,法国、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拒绝支援巴基斯坦的重要工程。 在紧要关头,是全天后朋友对巴铁雪中送炭。 另一边的印度也没闲著。 1983年,印度公布导弹一体化研究专案,将同时研制五种型号的导弹。 其中,二种为射程涵盖150-1500公里的弹道导弹,几乎可以完全覆盖巴基斯坦。 敌动我动,巴基斯坦随即在1984年开始,研制哈塔夫HATF系列进程导弹。 并于1986年,生产出采用惯性制导的哈塔夫I型进程战术导弹。 在安装100公斤战斗部的情况下,射程达到350公里。 1996年,巴基斯坦又研制出哈塔夫I型,绰号英王,安装300公斤战斗部射程,可达450公里。 1998年4月,巴基斯坦高力导弹,携带700公斤战斗部,准确命中1100公里外的目标。 紧接住,进度在1999年4月,成功试射阿格尼I中程弹道导弹。 仅仅三天之后,巴基斯坦再次成功试射高力导弹。 这次弹头是1000公斤,最大射程增加到1500公里,命中误差190米。 将辛德里和孟买,都纳入打击范围,有效抵消了异度在战略纵深,防空系统和海军远端打击力量的优势。 2000年3月,巴基斯坦展示了沙辛2型弹道导弹。 其射程达到750公里,能够携带700公斤弹头,可以覆盖印度西部的重要军事和经济目标。 这种单极固体机动地对地导弹的命中误差,可以控制在500米以内。 尖度较高,可以携带多用途极数炸药、钻地弹头、撒布式地雷等武器。 装备总数在30至84枚之间,对印度形成了威慑。 2001年,美国兰德公司指出, 由于印度研制射程2500公里的阿格尼AI型弹道导弹。 巴基斯坦也在加紧研制沙辛AI型导弹。 沙辛AI采用捆绑式发动机。 根据作战任务不同可以换装爆破战斗部、穿甲战斗部、字母战斗部等。 与印度导弹相比。 沙辛AI占有两个优势。 采用固体燃料推进装置。 提雷达区域制导系统,能够快速进行调整。 命中误差可以控制在100米左右。 2015年3月9日,巴基斯坦又成功试射了沙辛AIAI弹道导弹。 沙辛AIAI,既能携带常规弹头,也能安装河弹头。 射程达到2750公里。 基本覆盖了异度的主要城市。 在核武领域,巴基斯坦也取得了成功。 1986年巴基斯坦的离心萌缩厂,装配有3000台离心机。 开始生产武器机油。 5年时间至少生产了157公斤武器机油。 至少可制造8枚核弹头。 当夜度于1998年5月,在48小时内,连续进行5次核试验, 自以为成为第6个常热理事国时。 巴基斯坦紧接住,就在当月连续进行了6次核试验。 你有张良记。 我有过强踢。 巴基斯坦牢牢牵制住了印度的野心。 譬如,印度2018年10月5日,决定砸下54亿美元, 向俄罗斯购买5套S400防空导弹系统。 巴基斯坦随即在10月8日,是射可运在核弹头的高力导弹。 笃信自己是大英帝国继承者的印度。 面对隔壁同样不缺金刚钻的邻居,有点恼羞成怒。 却又无可奈何。 手握战略导弹,与核武的巴基斯坦,有效遏制了印度的军事扩张冲动。 很难想象,如果巴铁没有核岛,动不动就要开挂的印度,会谦逊地遵守,不首先使用核武的原则。 还一直低调地声称,不愿使用核武,研发核武,从来不是因为军事,而是应对威胁。 尊重源于实力。 巴基斯坦家里藏住真理。 南亚才能维持平衡与稳定。